福云一别后,流水十年间,娟子再出现在影视剧中时,已经是妈妈级别的演员了,巅峰时期的她,曾被多名导演称作可比肩周迅等人的存在,只不过与事业相比,她选择回归家庭,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她傻,可那句《紫飞鱼安置鱼之乐》恰好不就说明了一切吗? 一意,娟子原名王慧娟,她的一名还是大学同学取得,意在让她如娟娟细流汇入大海,看似渺小却必不可少,这样的一名正合她心意,就被她沿用至今,娟子的脸型并不是当下流行的蛇精脸,她脸型方正,却透着股温满大气,整张脸上最亮眼的存在就是那双会说话的眼睛, 她是典型的气质古典美女,见过真人的都说比电视上还好看,这一点现在也能亏出一二,即使已经46岁,她依旧皮肤紧致,用一句好状态形容也不为过。 比起年轻时,她身上更多了点雍容大气,难怪在知否中饰演皇后时,能一举重新杀回公众饰演,其实娟子的演艺才能很小时候就显现了,她生性活泼灵动,周围的邻居都十分喜欢她。 娟子上小学时,是校内文艺节目的常客,有人就向她母亲建议,让孩子学点才艺,她母亲觉得有道理,就将她送去了少年宫。 这一送,还送出了点小问题,娟子母亲一开始给她报名的是声乐班,等到她开始上课后,竟不知怎么被隔壁表演班的老师看中了。 表演老师深觉这是一个好苗子,不声不响地拐着娟子去上了一次课。 上了一节课后,娟子的表现更坚定了老师的想法,直接和声乐老师上演了一场抢人大战。 好在娟子对两门课外特长都感兴趣,加上年龄还小,干脆都报了名。 等娟子渐渐长大,学业变得繁重,才将两门特长都放弃了。 不过这段学艺经历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对表演萌生了很大兴趣的娟子,在高考时报考了艺术院校。 她当年同时被中系和北电录取,选择北电的她和海青、黄海波等人共同成为了黄磊的学生。 进入北电时,娟子秀丽的长相引起了不小的轰动,她还被评为北电九大美女之一。 由此可见,外界对她外貌评价之高。 二,不过也正是因为外貌,娟子先别人一步敲开了影视圈的大门。 大二时,她就在辽斋先生中饰演了嫦娥一脚,明明是大戏周正的长相。 刘海一卷,蓝色眼影一画,竟其一般多了妩媚之色,倒也十分符合精怪的主题。 大三时,致命邂逅剧组到北影找演员,导演先将剧本发放到了各个班中。 等剧本到她手中时,已经过了大半个月,好在剧组还在筹备阶段,倒没耽误什么事。 拿到剧本后,娟子当下就陷入到了剧情中,她当即下定决心要拿下徐寒驰这个角色。 在世戏的过程中,娟子出色地完成了相应戏份,女主成功落入她的囊中。 这个电视剧上映后,娟子一战成名,她懒得理会外界的嘈杂,早已经进入了新一轮的紧张拍摄中。 《西游记》后传处在紧锣密鼓的前期工作中,导演曹蓉一眼就相中了娟子。 她觉得娟子的长相正符合自己设想中的白莲花。 等到真正见到娟子本人,曹蓉的所有想法被颠覆。 眼前站着的赫然是碧油仙子才对。 比起白莲花的泼辣,碧油仙子的柔碗才更贴近娟子。 碧油和白莲花在剧中就像红白玫瑰。 碧油显然更多的些反转魅力,静若处子,动若脱兔。 这样的角色由娟子出演再合适不过,这边娟子刚刚签了合同。 隔壁剧组的导演串个门的功夫,就动了翘墙角的心思。 小学时期少年宫的想人大战,成年后再次上演。 那时,上错花脚驾对狼的剧组就在旁边。 导演张子恩正在为杜冰燕的角色发愁。 这样一个有着江南第一美女的大家小姐该让谁演? 导演将能找的演员找了个遍都没能如愿。 就在他愁苦之时,曹蓉那边的娟子已经换上了碧油的扮相。 他闲着无聊就到曹蓉那边逛了一趟,恰巧就碰上了娟子。 这不就是杜冰燕的最佳人选吗? 张子恩使出浑身解数,想要娟子和自己签约。 两边的拍摄任务差不多,要是改签,习游记后转这边就要开天窗了。 曹蓉哪能眼看着这种事发生。 他严防死守,就差时刻盯着自己的女主角了。 看着曹蓉的架势,张子恩忍痛放弃。 后来找到小李林饰演杜冰燕,也因为他和娟子有些想象。 张子恩虽然放弃了让娟子演女主的想法,也没完全死心。 他退而求其次的要娟子客串一下,这才成就了昌平公主。 他和沙姨演绎的欢喜冤家,看得人忍俊不禁。 值得一提的是,在剧中饰演皇帝的正是张铁林。 继辽斋先生之后,两人在合作直接变成了妇女档。 娟子也从仙子变成了华贵的公主。 三,先后几部作品的成功让娟子声名远播。 与此同时,他空有美貌,毫无演技的负面消息传扬开来。 这样的说法对娟子来说等同于侮辱。 他从不是为了外貌自傲的人,甚至于他并不觉得自己有多好看。 相比于外貌,他更希望收获来自演技方面的肯定。 为了给自己证明,娟子决定突破自我。 杨开慧一角就是这个时期阶下的。 为了贴合角色,娟子剪掉了多年的长发。 他用心研读史料和剧本, 只为让后人能通过自己窥见英烈的一丝伟案。 这个角色的确让他证明了了自己。 并且,他为此给自己之后的角色设了许多限制。 单一重复的他不演,傻白甜他不演,他希望那些有冲突性。 相对复杂的角色人设多多益善。 这一点他的确做到了,女人不再沉默, 欺品钦差流罗锅,临界婚姻,娟子都贡献了精彩的表现。 就在众人都以为他会越走越远之时, 他突然退了下来。 死! 临界婚姻之后,娟子对外宣布已经结婚有子。 突如其来的消息震惊了众人。 不是恋情而是一步到位的婚姻状态。 这是多少人始料未及的。 公布消息时,娟子年近三十。 根据孩子的年龄推算, 他早在二十四岁时, 就将自己的终生托付给了一个男人, 并甘愿为他生儿育女。 就算是放到现在, 娟子也是妥妥的英年早婚。 他真的将生活和工作相分离。 演艺圈对他来说, 并不是名利的争斗场。 只是他实现个人价值的地方。 管轩结婚消息后, 娟子依旧忙碌。 随着一代新人换旧人的时代到来, 他才慢慢从主演的位置上退下来。 退下来后, 娟子将更多的时间给了家庭。 他为丈夫洗手做羹汤, 用心抚育两个儿子长大, 也向逐渐年迈的父母送上孝心。 他还热衷于公益事业, 希望能够实现更多生命的价值。 忙于生活, 很长一段时间, 娟子好像从营萍上消失了一样。 实则, 他还是没能忘了自己定下的那几则规矩。 人到中年, 演过的角色多到数不过来, 要想做到不重复, 实在太过困难。 他干脆过起了退休生活, 偶尔遇到心仪的角色, 就当作是被反聘了。 近几年多部热播剧中, 娟子已经升级成了婆婆妈妈。 要说哪个角色最深刻, 当属沈皇后。 他一身素衣, 托三谢罪时的场景令人记忆犹新, 能将面子放下, 撑得上一声贤后。 在沈皇后之前, 娟子还在杨幂的扶摇中饰演天权皇后, 同样是上位者, 前者要是大体, 后者更多了一丝母爱。 同样的身份, 不同的性格色彩, 让娟子的实力再一次被验证。 还有燕云台的韩夫人, 乔家的儿女中的相母, 大山的女儿中的蓝双鹰, 以及新版上所花轿嫁对郎中, 她升级成了公主的母亲, 再一次演了皇后角色。 对比一众后辈, 娟子的演技更加成熟自然。 有时候不得不感叹, 幸好这些真正的老戏骨生得早, 不然, 不知道多少青年一辈的所谓实力派 要优了饭碗。 结语, 电视剧《很想很想你》还在播出中, 娟子作为周夜剧中的母亲现身实属惊喜, 穿着打扮衰素, 那种知性美历久迷奸。